新北市某小学前往Giwit进行五天事业的体验忧城 10号下午传出惊动土蜂窝导致遮伤的情况 所幸松一后无大碍安全出院 其实都很顺利 那也很谢谢部落朋友们的协助 所以不会影响我们的行程 因为还好小孩都很平安 恢复得很好 所以我们会继续进行到整个课程结束 再返回台北 协会出面澄清原本安排相对安全的路线 校方却主动提出想要原知原位体验猎人的猎境 协会也告知猎境会有危险性 但还是尊重校方的需求 过程中一次出动到树藤 惊动土蜂群才导致此次会学生是一名大人被遮伤 共18人紧急送医 由于事发当时较为混乱 误以为是虎头蜂经确认后 本次意外是土蜂遮伤事件 本来是没有行程 他们一定要走这样子 竟然到猎人的猎场里面 要走猎人的路 啥啥啥啥啥啥啥 竟然已经发生在我们这部落里面 我们还是有责任 有的请摩都是上去 每个带车上去这样子 所以很迅速的把它送到医院去这样 有事情发生 我们也没有说很紧张 大家都很镇定的 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不管是对一些过敏的紧急处理 甚至一些疼痛的治疗 还有给一些抗组织胺跟点滴的治疗 那索性这些小朋友 大部分在我们治疗之后 其实刚刚他们都 都已经蛮开心的在聊天 吃着东西 然后我们已经让他们 大部分都已经 都可以安稳的回家这样子 冤方表示 到院后发现大部分伤患头部 及四肢有叮咬痕迹 首先经过诊疗或无大碍 目前全员已经返回给位 继续游城 原始新闻 达到Beats华林瑞瑟 预理采访报导